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会把它每次上课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我们从第一次到第七次 等于今天第八次 那前面的话影片都会在这上面出现 而且会蛮清楚的把它每一段每一段分段 所以你回去的话只要有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听过 那我们主要讲了哪些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像那个去下载那个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因为这个档案的话是在台北市政府的官网上面 它理论上可能会放一个什么CSV档 我们看台北市还蛮喜欢用CSV的 那CSV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到底它的编码方式是那个什么 是用什么这个NSI或者是 NSI就是Big 5 或者是用的什么UniCode UTF-8 OK如果你知道的话当然就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去抓取它的时候 那你就变成要把它放一个那个编码方式 那这个有点像就是开档了 不过这个因为它的档案是在它的收入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个叫request的一个module request的一个module 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把它从那个给它一个网址 它就帮你把那个东西给get下来 那get下来之后的话 你要把这个get下来的东西里面的test把它做解析 OK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把资料 像我们上次上课的话 主要是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上次上课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什么 公有零售市场里面 所以第一个用get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当然 我们上一次练习是用request 然后把它放到sqlite资料库 所以这一题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input request OK跟那个sqlite这两个 这两个module一定要把它先input进来 OK那个request是要外部安装哦 它本来在你的那个韩式库里面没有哦 所以我们不是在那个 我们云端版本上面有嘛 你就下一个pipe pip 空一个install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request 有没有 那以后的话很多东西啊 假如说你内部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安装那个 那个python的那个韩式库里面 它不是全部都装哦 它有部分是没有装的 那如果没有装的话呢 你就是怎么样 需要把它再做安装啊 另外还有sqlite 散这个是资料库部分 那其他的话就是这个网址哦 这个网址基本上就是我们去下载那个公有那个零售市场的相关的资料 那理论上就这一串哦 我就讲过就是你可以按右键把它的网址取得 那编码方式的话哦 如果incoding假如说是bigfi的话 那就是其实怎么知道是bigfi 如果你下载那个那个档案的时候 它可以用微软的那个ecell打开 是没有乱码的话 理论上就是cp950 那如果打开之后是乱码 理论上就是utu8 大概是这样 理论比较常见的 那还有就是说呢 要把它split split的话如果是cp950的话 很容易可能会多一个反斜线R 就一个return 上次好像有讲过 所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影片 我有特别强调 尤其是微软用的那个软体 它会多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其他不会哦 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你可能要用那个像 那个什么 那个nodepeg++呢 稍微看一下里面 有没有那个检视 有一些资源 然后你可以看到 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再建一个database 然后把那个下载的这些资料 全部都丢到哪里呢 丢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就底下这一串 OK这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下载那个pm 2.5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从那个行政院的官网上面 这上面都有 另外最后我们还有什么 找出那个最低价的蔬菜 并且移除重复啦 那方法很多 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 那请各位就是 如果对视部分有点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回去可能稍微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那个pm 2.5的范例 比如说我第一个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pm 2.5的这个档案 当然它提供的档案格式很多 行政院环保署还蛮用心的 因为它有CSV之外 也有Jason也有XML 那未来当然 你们可能会遇到就是说 各种的格式 你都要有能力怎么样 可以把它抓取到 然后并且做后续处理 那处理通常会丢到资料库 所以你也可能会需要下载完之后 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都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比如说我们 这个地方上一次上课是pm 2.8 那个Jason 那另外还有XML 今天也许我们来看那个XML部分吧 把这个行政院环保署上面的官网 它的资料 XML资料把它下载 那另外的话 有提到有关那个MySQL驾站的部分 那个MySQL 其实用的还蛮普遍的 因为主要它这个是 所谓的自由软体 然后它的 各方面的这个资料库的稳定性 各方面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部分大家用的还蛮多 最早是PHP会配合MySQL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花一点时间 把它装起来 那安装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嘛 其实如果你是在Windows环境的话 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懒人包 但Mac可能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吧 不过如果你用Mac 你就自己再克服一下吧 实际上这个在Linux也有类似的版本 也是可以直接在Linux上面装 其实理论上像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太需要什么 不太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电脑 其实你只要把你家里 不要用的电脑 笔电有没有 你就把它装个SAMP 你就会一台Server 你就像我们之前装的 然后你把它转起来 SAMP这边有个Controller 然后你就怎么样呢 把它Start 如果在那个不要的笔电上 Start一下 这样的话你那一台笔电 就会已经有一个Server了 它是一个WaveServer 它可以架设网站 也有一个MySeeker 也可以在上面写PHP 也可以拿它来做很多事情 OK 但是你可能需要 如果你这样要架站的话 你第一个可能需要一个固埃 固定的IP位置 理论上中华电信 如果你家里有光纤的话 应该就会提供给你一个固定IP 只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申请 这是你的权利 一般它会给你浮动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固定IP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一个 那个Domain Name 就是那个网址 比如说我是申请IDV的话 你可以到很多的那种 所谓的申请网域名称的 Domain Name的服务 很多啦 不过叫一个费用 就是把你的IP位置 变成一个实际的名称 另外中间可能会有个转值的服务 就那个名称怎么样把它转换到 那个对应的IP位置 所以如果像我上个礼拜有Demo 我的那个教学论坛 我打 www.tg.idv.t 它就自动帮我转到我的IP位置上面去 就是用这样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要架站的话 用这样的方式是成本最低 而且效益还蛮大的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就有一个server了 甚至你要拿它来当一个什么 fileserver啦或者是架什么什么 上面其实都OK 没有问题 好那今天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啊所以我们就在上面 也有加 MySQL 另外也可以跟那个我们的城市做连线 那其实城市里面呢只有改 大概没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SQL line 3 改成一个叫Pipe MySQL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要额外安装 一样要拍就是在你的那个命令 就是在DOS底下 输入Pipe Install 然后这个拍MySQL 有没有 那第二个的话呢 Connect 之前Connect是某一个档案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变成你的host 就是host就是你的主机的IP位置 IP位置给它 然后po号给它 基本上MySQL预设是3306 如果没变更的话 那还有user 哪一个账号跟哪一个密码 OK给它 然后另外的话呢 你必须要先在MySQL上面 先建一个database 然后呢 去做连线 这样就OK了 基本上底下的程式呢 完全一模一样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可能就是把它熟悉一下 等于是说 如果你将来需要做什么呢 跨什么 跨电脑的应用 或者甚至跨软体 跨程式的应用 因为像这个MySQL 不是只有Python可以连线 像我刚刚讲 它最多以前是用PHP 所以你也可以用PHP 另外你用VBA可不可以连 也可以 eSale如果要连MySQL 比如eSale的东西 你要把它倒到MySQL用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或者将来你也可以配合什么 跟那个APP做连线 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可以把它做连结 也就是变成说这个是一个资料中心的 每一个程式都可以把资料倒到这边 然后前端程式可以在这边去做读取 可以有写进去 也可以读出来 还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多的事情 那后端如果说 你要做报表 也可以把前面做完的东西汇整到这边 那如果专门要有一个reporter 有一个做报表人员 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去帮你做抓取资料 显示出你最后要的报表结果 所以其实资料库在一个程式里面 所占的重要性其实相当高 也就是没有资料库 其实说真的很多事没办法做 你不可能说放在档案里面 你放档案其实很麻烦 所以通常如果我们要产生报表的话 通常还是会预先先把资料 全部先倒到资料库里面 再利用资料库产生的资料 再去产生报表 所以一般不管怎么样 第一步还是先把它丢到资料库再说 OK 所以这是上次上课我们讲到的一些相关重点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一样就是我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个单元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第六个单元 六之一的部分 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行政环保署决生党 它在那个里面的话不只是决生党 还有XML 那XML有怎么抓取 这个XML其实还蛮难抓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重点回顾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从那个Jason 这个这边有连结 其实行政环保署的官网这边也有 你们可以从这边去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接着继续来看 如果要抓取其他格式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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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